这一天,养心殿西配殿的一根墙内立柱 给工程管理处的修缮出了一道难题 初步勘察发现 这根立柱内部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遭袖 如果整根替换 就要拆掉立柱周围的整片墙体 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这可以说是古建维修过程中难度很大的工作之一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基本上是有两个分 估计这个柱子保住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这个也是 估计好不在哪儿去 我怎么看 木材总会因为上了年纪而开始朽坏 很多时候朽坏是从内部开始的 如何处理这些木材 工程管理处邀请专家前来汇卷 底下肯定糟了 底下肯定糟了 那就是 它好像就是里边这剩下筋呢 里边就变成这种粉末吧 对 就是说过去啊 凡是这个来一批木料里边 鞋纹的 带点鞋纹的 它立着没事 它立住挺前筋的 是 梁不行 梁带鞋裂的不行 里面带鞋裂的也不行 所以我们很多地方里面大部分就是带鞋裂的都比较好 但是刚一开始啊 从表面带一些鞋裂 古代的建筑者们在坚守降座标准的同时 也会努力做到物尽其用 有鞋纹的整根木料 够不上横梁的标准 但用作立住 还是能够勉强胜任的 古建筑里的每一个木头 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只有与他们相处足够长时间的人 才能够听懂他们 李永格 故宫第三代大木匠的代表人物 参加过1980年代以来 几乎所有的故宫大修工厂 三十年前 他就曾参与修缮过养心殿 他就是为数不多的 能够读懂木材的人 工程管理处十分注重前辈匠人 累积的迎善经验 养心殿修缮项目开工以来 请老匠人们回来指导 是常有的事 然后您看这一区的地面 咱们九八零年的时候动过吗 就这一块后面的这个 挖不过 也挖不过 对对对 过去这个院里边 那个房上也修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